不过,我估计你也没那个本事去主宰他的人生,不然我们今天也不会聚到这儿,一步一步把自己的孙子越推越远,到现在居然还不反省,他放弃公司还不够,现在还要动他父亲手里的股份,怎么想的,自己的儿子没了,把人家的儿子也踢出去了。 我见过落井下石的,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爷爷,对自己的亲孙子如此落井下石的,如此说来,这博景川是疯了傻了,才会同意再回去。 你,你这个女人,今天是故意来给我找妻生的是不是? 也可以这么说,不过为了我那位眼睛严重有问题的女儿好,我还是要多少帮她争取点什么,虽然我不稀罕你们博家的股份,但谁有先钱多呢? 再说了,你们也说了,博景川他离开了博家什么都不是,我女儿配他本来就委屈,到最后,还要倒贴养个小白脸吗? 他乐意,我可绝对不允许,说出去,你们博家出个小白脸不嫌丢人,我女儿找个男人一无是处,我可抬不起头来。 所以呢,你说这些话什么意思,难道还想把手伸进我们博家来不成? 说句公道话罢了,虽然很不想承认,但是我女儿怎么说,也是博家未来的女主人? 亲兄弟还要明算账,股份的问题那就更是马虎不得了。 所以你们母女这是又在打博士的主意? 不稀罕,不过看心情。 妄想,亦想天开,简直可笑至极。 哼,看来还是不长记性啊。 这次国际经济峰会,由我和博董亲自出席,至于公司如今闲置的股份,将由现任博董全去安排。 看来博斯琛和娄若伊夫妇是真的死了? 以争定局。 哼,这么信誓旦旦。 飞机上所有工作人员无一人存活,我自然不想让他们出事,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残酷,他们再如何幸运,怕也是难逃这次的厄运。 飞机失事的原因公布了嘛,记者可都盯着呢,而且难道不应该给在场的股东们一个答案吗? 检修不合格,机油也存在问题。 哦,检修不合格?全飞机工作人员为此丧命,不拿别人的生命当回事,也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了。 这种年代,飞机检修不合格,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。 检修不合格。